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无羡笑颜朦胧地说道 是吗 那你喜欢吗 蓝旺鸡说着 一只胳膊穿过她的腿 直接从沙发上把她抱起 魏无羡脸已经像红透的果子 窝在蓝旺鸡的怀中 不说话 娇羞的样子已经说明了一切 蓝旺鸡把她放到床上 一边轻轻亲吻着她的脸颊和脖梗 一边抚摸着她的身体 沉声道 又瘦了 魏无羡浑身燥热 鼻子发酸 闭眼睛泥南 师哥 我喜欢你 好喜欢 好喜欢 那以后好好吃饭知道吗 师哥喜欢有肉的你 蓝旺鸡边说边去解她的遗口 知道了 魏无羡两行为滑落 那段时间她差点患上厌食症 什么饭都吃不下 好不容易咽下去一口 像用形式的还好 熬了过去 蓝旺鸡把她的衣服扯光之后 迅速地把自己的衣服也一并脱去 魏无羡半征着眼 看着蓝旺鸡的好身材 伸手在蓝旺鸡的腹肌上触摸一下 虽然比之前稍瘦了些 但弹性如出 师哥这样的脸蛋和身材 无论男女只要她想找的话 都很容易吧 那种独占完美师哥的骄傲 再次涌上心头 你笑什么 蓝旺鸡腹下身体抱着她道 我太开心了 又回到了从前 魏无羡看着蓝旺鸡的眼睛道 那以后不准再离开师哥了 蓝旺鸡说完唇就落了下来 魏无羡微笑着点头 她感受到了师哥的激动 但师哥的动作却极其的温柔 每一次试探都会停留一会儿 问她有没有不舒服 疼不疼 大概是魏无羡分手时说的话 给她留下了阴影 魏无羡感觉到很愧疚 一个劲的摇头给她鼓励 有过第一次的经历 加上身体和心理上的渴望和激动 魏无羡真的没有半点不适 反而觉得蓝旺鸡有点磨叽 她如动着身体 嘴里说着让人脸红心跳的话 蓝旺鸡在她的激励之下 很快拔柴池入腹 平静之后 魏无羡窝在蓝旺鸡的怀中 抚摸着她光滑的肌肤 也不说话 就感受着时间无声的流逝 蓝旺鸡也不吭声 拥着她 时不时地低下头吻一下她的脸颊 这样过了好一会儿 魏无羡看到小小师哥 又开始熊啾啾地站立 他拨弄着 眼神魅惑地看向蓝旺鸡 师哥厉害 蓝旺鸡目中露出 像狼看到猎物一样的眼神 道 谁让你把师哥量了这么久 今晚不睡了 说完一番身负在了他的身上 魏无羡感觉到自己的小小现夜瞬间气力 一切的一切都不管了 今晚他只有师哥 在两人正酣畅淋漓时 魏无羡的手机响了 他原本不想接的 可铃声很倔强地一直响 无奈指地拿起来接了 是江城 说给他发几条信息都不回 问他在哪里 什么时候回 魏无羡一看时间 可不是 快十一点了 蓝旺鸡看似他蛇有 坏坏地又开始动 魏无羡皱着眉伸手去推蓝旺鸡 没想被抱得紧 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呼吸节奏 在电话里告诉江城今晚不回去了 他去了姥姥家 撒谎可不是好孩子哦 蓝旺鸡从背后把头搭在他的肩头说道 你还说 再说我不改了 魏无羡故意装作严肃的口吻 哦 是吗 恐怕身体不听嘴巴的指挥 蓝旺鸡温柔地说着 又快速地活动起来 魏无羡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 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被调动 看来师哥的确是压抑了很久 他都快被揉碎了 蓝旺鸡说今晚不让他睡 真的没有怎么睡 三次时两人都很累是睡着了 只是 魏无羡睡得正相识 又被一双手整醒了 没有开灯 屋里一片漆黑 外面很惊也不知道几点了 魏无羡抓住蓝旺鸡 正在他腰上揉搓的手故弄道 你怎么不睡啊 师哥 我睡了 可是又醒了 蓝旺鸡说完开始吻他 温柔的雨点落在脸上 尖头以及身上的其他地方 魏无羡的睡意慢慢被冲走 静儿也开始有了渴望 师哥 他小声呼唤 嗯 我在 蓝旺鸡用力报警 我天天想要师哥陪着 好 再次平息之后 两人没有开灯 也没有看手机 就那样相拥着 不久后窗外响起鸟叫声 按之前的时间推定 这个时候应该是五点多钟 快天亮了 魏无羡累累的说道 还可以睡一会儿 等会我叫你 蓝旺鸡揽着他道 睡不着了 魏无羡动了一下 浑身酸酸的 到底是年轻 他的精神还是很好的 两个人甜蜜地说了些悄悄话 直到天亮闹铃响 魏无羡伸了个懒腰 要是周末就好了 周末还可以再过来 蓝旺鸡温柔地看着他道 魏无羡知道学霸师哥是不会说出让他请假的话的 晃了晃脑袋 道 中午睡个午觉 真讨厌 说不让人家睡 不真没让人家睡 蓝旺鸡轻了一下他的额 起身去给他拿衣服 当初走的时候 衣柜里还有好几套衣服没拿 都是蓝旺鸡给他买的 魏无羡也不知道蓝旺鸡累不累 他是累坏了 躺在那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诗哥的穿衣服务 蓝旺鸡里小内内都帮他穿好 看着他道 有诗哥的日子多爽啊 还想走 不走了 你敢都敢不走了 魏无羡撒娇地说道 突然又想起了蓝霸 他看着蓝旺鸡道 诗哥回家了不要跟叔叔吵 心平气和地说 蓝旺鸡刮了一下他的小鼻子 道 知道了 我的小朋友那么善良 他以后也会喜欢的 真的吗 魏无羡有些兴奋 也有些不可思议 当然 他只是一时转不过来弯 那个年代的人 保守 你不生他的气 诗哥很欣慰 蓝旺鸡道 我怎么会生气呢 到时候 到时候如果我爸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诗哥也别放心上哈 我来说服他 魏无羡道 嗯 诗哥知道 蓝旺鸡给他穿完 开始穿自己的衣服 当他转过身时 魏无羡看到他背上的红印 像鞭子抽的一样 都是他的杰作 诗哥身上疼吗 魏无羡问 疼啊 我都以为肉被揪掉了呢 蓝旺鸡调侃道 魏无羡脸一红 谁让你 谁让你太 那么什么 哈哈 诗哥也想控制 可是 有点难啊 你给诗哥支支招 蓝旺鸡边说 边收拾凌乱的衣服和床铺 魏无羡小脸一笑 嘀咕道 有招我自己用了 说完下了床 诗哥 algu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Quin vaccinated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u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